请讲 同修梦到一位法师在帮他看首相 对着同修手指了三下说 饮食 同修属老虎今年33岁 后来梦里醒过来看到师父请师父解梦 师父让同修放生多少余 同修说他平时一直在帮助别人带放生算不算 师父说不能直接算 要用什么方法激活一下才算 具体什么方法醒过来就忘了 请问师父看首相是什么意思 看首相实际上只是一个方法 他让你醒悟呀 他这个法师帮你看首相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时间不多 你的你的你的阳寿已经有锐减了 就没有办法了 啊 哎呀 好的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了 哦 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师父说帮助别人带放生不能直接算自己放生 要用什么方法激活一下 请问这个方法是什么 方法就是念经呀 供的宝山神咒呀 就是用念经的 要跟菩萨讲的呀 跟护法神讲的呀 就是激活呀 护法神啊 菩萨 我今天帮谁这些放生 啊 嗯 我希望能够啊 以此来啊 帮助自己啊 得到啊 更多的功德 啊 让自己能够开悟 或者求什么 他就激活了呀 哦 好的 好的 呃 好的感恩师父 那么刚才师父讲到会减阳寿 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 很简单了 原因是什么呢 做了确得的事情了 就减阳寿了 或者上辈子这个时候害过人了 阳寿就减了 一般的上辈子就算害过人的话 也不会这么减的 一定是在人间做错一件事情 不管是误伤 还是直接杀害别人 都会减阳寿的 听不懂啊 所以叫你放生 放鱼啊 哦 这还不懂啊 哦 那大概减了多少 阳寿 看出成的呀 一般的下这种情况来讲 你曾经伤害过一个人 这个人如果死了 或者没死 你都会减瘦的 因为你完全错了 你伤害别人了 你没有好日子过的 我不辨你的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呃 下一个问题 啊 那么功德就是用 就是功德来 消除这个业章来 就是 抵消这个 减阳寿的业章可以吗 放生呀 你脑子 脑子有问题呀 哦放生对吧 刚刚告诉你 菩萨都告诉你 叫你放生了 什么功德啊 放生不叫功德啊 好的 那师父 刚才您说 那个功德 三十周 大概要念多少遍 一百零八遍 每天 对 好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